晚上好 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8月8日的百革大事迹 政府在冠病疫情期间推出四项特别提领公积金款项的计划 而EBF会员们一共拿出了多少钱呢 财政部副部长穆罕默沙哈就此指出 在四个计划之下 会员共提取了1450亿令吉 同时 降低雇员 法定缴纳率计划则是近100亿令吉的影响 而令人担忧的是 在以上计划之后 会员存款额明显减少了 有超过一半的会员存款额低于1万令吉 Setakat 30 Jun 2022, seramai 6.62 juta ahli atau 52% daripada 12.78 juta keserohan ahli KWSP berumur di bawah 55 tahun mempunyai simpanan kurang daripada RM10,000 daripada jumlah tersebut 4.99 juta ahli atau 7.5% adalah berputera pada masa yang sama terdapat seramai 3.2 juta ahli berumur di bawah 55 tahun yang berada pada tahap simpanan amat kritikal iaitu kurang daripada RM1,000 di mana 2.58 juta ahli atau 81% daripada mereka adalah ahli berputera 对于以上数据 Muhammad Shaharh直言 这显示了大部分土著会员存款水平叫其他种族低 西蒙早年被指有101个工程项目是以直接谈判方式发出的 对于以上指控行动党秘書长陆赵福今天召开记者会喊员 表示其中超过70%或者是超过44亿7500万令吉的合约工程款项 是在国阵执政期间所通过的巴生河流域双轨列车第二工程 因此对于指控陆赵福觉得对西蒙是完全不公平的 并向财政部长东姑赛夫鲁和交通部长魏嘉祥发出了挑战 我希望Wi Kasyong和Tengku Zafro吃回答 非常好 全程次全程的交通部长 在其中的交通部长让他文学中解想 好看 刚才是总统上的交通部长 anchor事故区预警都在交通部长 他中最初到处的交通部长 他可以磯都在交通部长 就卖他的交通的交通部长 他在经需要航通部长 他在交通部长 我也想要加上 接着来关注政治课题 早前有土团党内部消息说 阿兹敏是土团党的唯一副首相人选 不过来到今天 两名来自土团的部长兼最高理事 阿多拉蒂夫和塞富丁 被记者问到此事时都异口同声说 不知道这件事情 至于当事人阿兹敏 他则回避了有关提问 只是对记者表示 政府会致力推动经济复苏 以及管控好官兵大流行 而他的责任是 加强和稳定现有政府变得更强大 因为现在的政府是一个联盟 不是一个政党 日前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公布了 国防部采购滨海战斗舰的调查报告 并且揭露了多项弊端 引起各界关注 大马国际透明组织今天就发文 将有关丑闻和一马公司丑闻相提并论 质问我国政府的监督治理和问责制何在 是否跟战舰一样隐形起来了呢 另外该组织也提出了几项补救建议 包括在交付建船之前不要再进一步付款了 调查各级承包商和分包商 以及日后所有高价值和高影响的项目 在批准前由国会进行审查 虽然按照云定的计划 有关公司VNS必须在2013年交付五艘滨海战斗舰 不过国防部高级部长西山莫丁今天在国会上议院保证 第一艘LCS将会在两年内准备就绪 而国防部也会分阶段向内阁和公众报告建造进度 最后来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 针对台湾进行军事演习的动向 有关的围台军演本该在星期天中午结束 但是东部战区微信公众号今天发布消息称 东部战区将会继续在台岛周边实战化演续 重点组织联合反潜和对海突击行动 而根据中国海事局所公布的航行警告 这些范围除了是台湾周边海空域之外 还包括了南海黄海以及渤海海域 那么今天的百格大时机到此 感谢收看也记得订阅支持百格